大家好,今天是2月16号 昨天也就是星期五 有幸接到了明镜TV的邀约 参加了一个有关中美贸易战的访谈 跟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起 探讨了有关习近平与川普 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 甚至习近平有可能会让川普获得胜利 这么样一个节目 现在我就在这里向褚褚感的观众 把昨天的内容进行一个完整的叙述 另外我对昨天我的表达 进行了一些反思 也进行了一些补充 有些地方更加的详细 忠实了一下 那么现在接近这个3月1号 贸易战第一个宽限期的终点 有关习近平和川普要达成会晤 达成妥协的消息呢 可以说是到处都是 而且充满了各种矛盾的分析 有的人说川普可能不会去见习近平 但川普身边的人又说呢 川普非常希望与习近平见面 而且就在近期 有人分析呢 中美双方很快就达成交易 结束贸易战 可能性非常大 但另外也有甚至股市 对这个消息都有反应 特别是中国的股市 但是也有媒体说呢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 连个协议草案都没有谈出来 中国这边根本就没有一个详细的 写在纸上的规划 政治家们都在打太极 2月14号15号 美方的谈判组在北京结束了访谈 与此同时北京官媒呢 又开始说美方缺乏诚意 出尔反尔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官媒说 此次会谈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取得了新的突破 非常多的消息源说 川普可能会延长对中国的这个加税的期限 长达60天 那么这次中美贸易谈判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不久以后 中国也将派代表团去美国谈判 那么会不会在这次 这个成果的基础上达成一锤子买卖 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 那一般从一年以前贸易战开打 不久后外界就认为 影响中美贸易达成协议的瓶颈是结构性改革 那么以前曾经有过多个版本的 美国对中国期望的结构性改革 究竟什么是结构性改革 在这次贸易谈判中 美方提出了详细的一个表述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接受 因为从去年一年看来 习近平及中共高层的强硬派认为 结构性改革危及中共的统治 所以一步都不能退让 那么现在又为什么传出消息说 已经开始退让了一步 又是什么样的退让 哈佛大学教授阿利森 他好像能够接近习近平周边的人 习近平的智囊或者是角色成为关键人物 他向美国媒体透露 习近平打算让川普获胜 那么这个消息就比较的有轰动效应 如果习近平打算让川普获胜 怎么获胜 谁最后真的获胜 或者说这个协议双方都是输家 或者都是赢家 如果不达成协议的话 对川普和习近平都意味着什么 在参加访谈之前呢 我就做了很多的资料搜索 也把近期对于贸易战的想法都整理了一下 但就在那天早上 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一个消息 一则新闻 然后他的新闻 他的留言 他的朋友圈的标题是 看来是大了 为什么呢 我一看那个新闻是一个手机截屏 非常的 就大部分都是空白的 标题就是习近平会见 莱特希泽和美国财长姆努钦 他的内容呢 跟标题一模一样 一个字都不差 习近平会见莱特希泽和美国财长姆努钦 其他什么内容都没有 底下就是责任编辑 这是央视新闻 在手机端的一个截屏 我们一般说中国的新闻越短 那么消息量越大 那么那 也就是昨天早上 这个新闻可以说 他内容是一个字也没有 零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他的消息量就是极大 后来在四个小时以后 我们从官方看到了 中国有个新华社 登出了一篇通稿 主要是三段论 对习近平和莱特希泽 以及莫德琴的一行 进行了一个总结 他这三段论 第一段论是习近平指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美关系之一 何则两利 斗者两伤 这是过去四十年的老话 那么第二段话里面 和第三段话里面 透露出了一点点信息 就是说双方的团队又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 取得了新的突破 下周双方还将在华盛顿见面 也就是这个特别有信息量 最后一段还是客套话 转达川普和习近平的互相问候 乃至于互相吹捧 大家都知道那是客套话 那么看中国的这个新闻 就是央视的消息先出 但是他没有获得 显然没有获得中宣部的批准 他什么消息也没有透露 四个小时以后 中方大概考虑好通稿怎么写了 就写出了上面那个 就是说中国方面 可能是现在也 经过一年多的贸易战 新闻宣传战 他也学会了 就是说 与其放一点消息 然后外界就会 是吧 瞎解读一番 外界的解读呢 可能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舆论 又会影响这个高层决策 所以他现在就特别慎重 什么消息也不放 放出消息越少越好 这样让你猜不着 但是其实从这个信息学来说 什么消息都不放 特别谨慎的态度 这个本身也是一种信号 很可能意味着要达成一些什么 特别谨慎 不愿意再出任何的节外生枝 美国方面的消息呢 白宫方面的声明 看来也比较谨慎 他出在中国官方之后 他的表述是这样的 本次会谈 双方专业官员 针对技术问题 做了广泛的交流 这些详细且深入的讨论 促进了双方谈判进展 然而双方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以在2019年3月1号前 继续处理所有 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是调高某些中国商品 10%关税的最后期限 他这里 我插句话 他这里没有提到60天的宽限期 他反而强调了 3月1号是最后的期限 而且10%的关税 提高到25% 跟值钱不便 在本次的会谈中 美国代表团观众的问题 为结构性问题 下面他就叙述了 什么叫结构性问题 包括强制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 网络盗窃 农业服务 非关税壁垒和货币 双方还讨论了 中国购买美国商品服务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把结构性问题 列清楚了 就是上面这7个方面 然后还讨论了 中国要更多购买美国商品的问题 综合很多其他渠道的消息 那么我们从上面中美两国的表述 和后面彭博社又发了一篇消息 就是在十几个小时之前 我们获知呢 现在所谓中方所说的新的突破 是指美中国承诺停止向其产业提供扭曲市场的补贴 也就是说在补贴问题上 即知识产权网络攻击之后 中国政府又一个正式向美国承诺的 就是要取消产业补贴 特别是那种扭曲市场的补贴 这跟我昨天在明镜做节目的时候 南卡大学的谢田教授说到的是一致的 看来他得到的消息比较的早和准确 但是呢 彭博社又说 中国并没有说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也就是说如何核查 因为中国 即使中国他承诺所有补贴都将完全遵守WTO标准 但是美国谈判官员非常的怀疑 因为中国一直拒绝透露补贴的详细信息 透露补贴的环节 如何补贴国有企业 这些细节都没有披露 核查的手段也没有敲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改革的承诺都难以核实 这里呢 首先要向观众就是说明白一个问题 就是我昨天的节目中也说了 就是现在很多中国人 他之所以相信国内宣传那一套 就是因为有很多问题 其实外媒 特别是华文媒体啊 这里我也作为华人媒体的议员 我也不得不说 没有向中国人说清楚 到底美国人提出的是什么要求 他就一直认为 美国啊 从直觉上来说 就是中国发展的这么快了 美国突然来一个贸易战 那就是要扼杀中国的发展 中国媒体也就这么宣传 但是很遗憾的是 我们看到很多华文媒体也没有就这个问题 在对错上进行进一步探讨 反而就天天说 中国这个网络盗窃啊 这个知识产权啊 这个什么甚至是2025啊 这个战略也厉害了我的国 好像就是说中国觉得了不起了 中国崛起了 中国引起了美国的警惕 那么造这个逻辑推理下去 那就是美国确实是警惕了中国的崛起 要扼杀中国 因为上午还看见有人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文章 针对这个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 他说德国也有2030计划制造业的 美国马上也要政府组织一个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 其实美国就这个产业政策 虽然没有中国那么多那么烂 但是它也是有的 然后这篇文章就就此就说 美国完全是嫉妒或者说害怕中国的发展 你美国现在也要有政府产业支持了 你中国这个这个 好像他说的是外媒不是一直宣传说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的发展吗 其实外媒从来就没有这么说过 但是这是国内人看到的国内微信上的文章 他那照这个逻辑确实就是美国是在欺负人不讲理 你中国有个政策我都要去扼杀你 那我美国现在自己搞政策了 所以那个那个文章说美国是双标 好在呢就是关于2025这个问题 我也早在半年多前 七八个月前 第一次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清楚了 而且当时我们这个自媒体节目嘛 当时的那期节目封面采用了2025 似乎也是很不客气的 很自豪的说就是全网第一个 在封面图上贴上了2025计划的这么一个节目 因为当时我一听美国说 针对中国的什么人工智能5G通讯啊 什么制造业4.0计划 我一听就知道是2025的计划 所以我就把那个就封面图就贴上去了 然后很多媒体就开始说啊 中国2025怎么样厉害国怎么样 其实呢我也一直重申 我的重点不是说中国制定了这个2025计划 就是犯了天下的什么天条 就是政府干预了经济的发展 这个政治或者政府和经济发展 在自由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也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 我的意思是说后来也包括后来美方的表述非常的清楚 他说2025他并不是说你中国制定了个战略计划 我就要扼杀你 他是说你是借2025这个战略计划 可能会引起原本已经很猖獗的网络攻击 盗窃知识产权 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这个窃密的这样的问题 直到今天2019年2月16号了 还是有很多中国人没有搞清楚 而很多华文媒体听到这个2025呢 他就非常兴奋 就是说哎呀 中国要弄一个2025计划呀 不知天高地厚呀 是找死呀 这种舆论一多 那么在配合国内的那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那种狭隘的舆论 很多人直接产生了误解 我在那个朋友圈回了帖以后 那个朋友就问我说 哦是吗 美国说的不是说不能有2025吗 呃你把原文给我看看 我跟他说 美国的表态 包括2025的表态 很半年以前在白宫 或者说一些官方媒体上都有 就是现在中国人还是搞不清楚这一些基本问题 往往很多的矛盾 或者小粉红啊 或者是那种那种民族主义战狼分子 就是卡在这些点上 呃 然后我在明镜节目中说 我说很多有一些中国人特别支持中国强硬打贸易战 其中包括就是习近平家乡的 我当时没有说清楚 其实就是西安来的几个朋友的朋友到美国旅游 其实他们的生意可能也要逐渐转移到这边 可能自己也一必发移民了 他们的小孩也在西方上学 在美国上学 但是他讲起来就是说 中国应该强硬 习主席带领中国这个强硬跟中国打贸易战就是好 甚至他们这就是一条一条的习近平语录都说的很熟 甚至还说说我朋友很好笑的一个一个话是他们推断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致辞的那个视频肯定是一条过 这个当时我朋友听了心里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可能几百只草泥马都应该是有的 他们说他们的原话是说习近平主席工作那么繁忙 录这个新年致辞啊 肯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排练 但是呢 他是非常聪明的啊 过目不忘 肯定是录这个新年视频一条过 也可能一次都没剪 然后我朋友心里就说哎呀 你怎么知道你是谁啊 他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一条过的 好像他录的时候你就在旁边一样 因为我们同样也是做视频节目的 我非常清楚如果录那么长的一个新年视频 没有提词器是不可想象的 有了提词器也不不太可能一条过 是吧 可能就算读的再数准备再数 也得一个三四条取一条最好的 所以很多中国人是这种不拿自己当赵家 外人的心态啊 他都是在心里认为自己是赵家人 很多的原因也 当然有这个新闻管制的原因 但是外媒尽量说一些 能够让中国人理解的信息 本来表达信息的渠道就很艰难 很狭窄就需要翻墙 那么你再说很多一些不太准确的信息 就让更多人迷糊 进而支持这个中国政府 这是这也不完全是他们自己 就是头脑不清楚的原因 因为这个环境所限 另外说到下面就说到这个补贴政策 很多中国人 其实包括我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很多次 这个补贴其实是一种 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那么我一个国家 所有的公司就像是我的手和脚 我愿意支持哪一个 就支持哪一个 哪个比较有优势 我就给他支持去西方攻占这个市场 这是一种公司战略或者加天下 或者是以人治国家 一种自然的逻辑 小农社会也好 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也好 都是一回事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 那么很多中国人就觉得 那你要我取消补贴 这个东西 那不就是取消对我们产业的保护了吗 保护政策我们过会再说 先说这个补贴 首先这个补贴 是我愿意拿自己的钱 补贴给企业 你外国管得着吗 而且就算我答应你 当然现在外界舆论也说 你中国不应该有补贴 那么好 假设我就是退一步 答应你没有补贴 但是你怎么监管 我以前补贴是通过 比如说国家直接划拨资金给你 这是最直接的补贴 那么以后你说我不补贴了 好了 我银行不给你钱 但是我假如说税务局 到了年中给你退税 我甚至是违规 我就说我忘了守你 比如说中石化 我忘了收你1000亿的税了 那么你通过什么办法来查呢 我没有补贴 我只是忘了收税了 就算你查到了 我说这个人 他是违规叫什么 独职罪 那么他把他开除 然后过了两 你就算判他刑吧 判个8年 缓刑20年 然后他坐了两个月监狱 他说是监狱学习飙兵 然后保外或者是缓刑 在家服刑 过一段时间又到别的公司上班了 或者说政府工作人员通过第三方 什么人到企业视察 一言不发 丢了一个手提箱 里面装了一亿人民币 或者是讲更现实一点的 给这个企业什么政策 更现实一点的 给你一块地 就是说你在这投资 我不要你钱 但是我这个地呢 是战略孵化 反正你赚了钱 你再还给我 那像这种补贴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绳子 可以用来拉牛 但是不能用来推牛 如果你想给他以优惠 那么你怎么样的渠道都可以 在这一点上 中国现在是一种 最自由的资本主义 在这一点上 比美国还要自由 你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原始资本主义 因为美国他管的是非常的细的 就拿这个 那美国公民 可能他管得松一点 就拿这个外来移民 比如说工作 他要给你工作签证 他要管你一周工作多少小时 拿多少工资 他都是有个标准线的 你做什么工种 你如果做的工种 你还得证明你做的实际工作 跟你所申报的工种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申报的是 比如说在餐馆打工 那你就不能去做 比如说销售 去做房地产 这种监管 你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甚至你住的房子 外观什么颜色 那个窗户你想换一个 那么窗框的外围 在墙的外面 是什么颜色 什么饰样 你都要申报的给小区 你在家要加个厕所 也是需要向市政申请 如果把这些规则都列出来 它比中国要详细的多 所以比如说中国每家每户装的防盗窗 在美国就是不可能装的 因为你破坏了小区的景观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都列出来 跟中国一对比 也有很多以前的五毛 或者什么专家就说 其实中国比美国自由 他说的当然不是全对的 但是至少你把这个单独的片面拿出来 他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这些方面 管制你企业的发展 工作工种 房子的外观来说 甚至美国才是社会主义 而中国反而不是社会主义 所以在美国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 你想去做 你也能做 但是你外来移民 或者说美国公民 或者不管是还是绿卡的人 你都做不了 那么美国的经济 这个自由度一旦受限制 那他显然是没有中国发展的那么快 这个问题就是个现实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例子比较的局部 它是可能针对外来移民 有这么多管制 针对美国公民可能就没有 但是美国公民每做一份工 每干一个任何事情 他都需要报税 这个也会造成当事人很大的困扰 有时候觉得还会盘算一下 我如果马上三月份就要报税了 有的人他觉得我做这个事还要报税 甚至超过了某一种税收的优惠线 那我还不如不做这个事情 我收的税总体来说还少一些 那么他就会造成很多的经济效率的损失 这是说个题外话 而且美国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限制 它也是为了保护国内劳工 他这个政策其实也是经过了长期的讨论和磨合 最关键的一条 我说了这么多 就是即便美国他对现实生活 经济活动有很多管制 但是关键大家都服气 因为他是大家选举的议员投票决定的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那么他做每一件事都有他充足的理由 背后是成百页 甚至是好多公斤的材料的证实 所以他的经济发展虽然速度上没有中国那么快 但是他一直非常的健康 好 那么再说这个补贴 就说你给补贴你没法监管 那么有人说就是包括昨天的谢田教授说 就是要有采用中兴模式 用一小队美国人派到中国去监管整个中国对国企的补贴 其实你想想看这从成本上来说就不太可能 你甚至是要派一队人去进驻中国的财政部 国资委还有央行 那这个就变成中国的经济主权就没有了 我昨天说这就像大清时候的海关 是由英国人来主政 所以最高效最清廉 这个据说在彭博社的消息里 在2月14号的谈判中 中国也提出了这个 就说经济主权监管主权都没有了 这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后来又说可以部分考虑这种监管模式 但是我认为从现实的成本来说依然不太可能 好那么就补贴这个结构性问题 那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首先我认为应该这么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是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还是很严格的 就每笔资金是多少用途来源去向 也都是规定的很详细 如果你真的是严格按照现代公司或者国企的那个管理标准 你还是可以去查到 那么第二个是关键 很多中国人很疑惑 为什么国家给企业钱就不行了 现在这个企业大部分出口的企业都是有退税 是吧 根据它的行业 把它的增值税或者营业税退多少 从3%到17%不等 但是在这个WTO里对补贴是有详细规定的 而中国现在的这种补贴情况很明显是违反WTO规定 这个在前面的消息源中 中国说承诺要补贴要遵守WTO的规定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什么规定呢 一个叫非关税壁垒的规定 就WTO有一个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 简称TBT的协议 这个是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非关税壁垒的这种大家都要签字的 符合这个才能进入WTO玩 不然不带你玩 非关税壁垒就是简称 就是意思是一国政府除了关税之外的其他各种办法 它是把各种办法都包括在内 包括技术转让 包括对你的许可证限制 包括出口限制 包括补贴 是除关税以外的 对本国的对外贸易进行调节管理 和控制的一切政策与手段 在这里面关于补贴呢 又有一个叫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叫SCM Agreement 跟我们ACM就差一个字 头一个字它是SCM 它一共有11张900多条 开宗民意的第一条就是补贴的定义 以下情况应该视为补贴 就是在某一成员的领土内 有政府和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支柱 第二是涉及资金直接转移的政府行为 赠予贷款投股资金或债务的潜在转移 如贷款担保 那么什么是禁止的补贴呢 就是说除在农产品协议中已有的规定以外 插一句 就是我们以前说过各国都有补贴 中国人一提到补贴 就美国对农产品有补贴 因为农产品的补贴 很多国家都是规定了是可以有的 那么WTO SCM协定 它的禁止的补贴 就是说除了这个农产品已经规定的外 那么第一条就是在法律或事实上作为唯一或多种条件之一 以出口实际为条件而提供的补贴 也就是类似像中国的出口退税 它是非常明显的违反了WTO的补贴规则 WTO这个SCM补贴规则还包括申诉 补救措施 反补贴办法 磋商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签了字的 也就是说中国是明显是很违反他自己承诺的东西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结构性的改革 中国最能够承认的就是比如说承诺的关税不对线 然后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这是中国也认为没什么问题 也是默认是自己做错了 但是对像补贴啊 像甚至像互联网开放 它是绝对不承认的 当然互联网开放那是那是第二个问题 那是更加这个这个严重 那关于说到互联网开放吧 在在前星期四接受一个RFA自由亚洲的访谈 谈到这个经济消费问题 说到最近纽约时报也把互联网的壁垒 作为贸易壁垒之一 也发了一个长文 他就分析中国政府呢 以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 有害信息的传入啊 作为防火墙的条件 而实际上它是保护了中国的互联网产业 中国的互联网产业 在全球二十大互联网公司当中 有九家是中国的 实际上他直接的看来 他是防火墙铸造了 诸多的大公司腾讯啊百度啊 如果说没有互联网的壁垒 可能这些公司都发展不起来 或者就要倒闭了 那么有多少几十万人就要失业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有很多中国人心里是默默的在支持 这种壁垒 这是有的 这虽然他们是沉默的 但是其实他心里是想不通的 心里还在窃喜 一定要有墙去保护他们 也是构成了中国政府能够强硬 强硬一派的一个底气 当然甚至还有一些小粉红说 刚好有墙 不然说小粉红出来 骂死什么其他的什么台独啊 港独藏独之类的 但是其实这是不一样的啊 顺便说一句 那种错觉啊 也仅仅是小粉红的错觉 你墙在某一时间段 断了 开了一个小口 你冲出来骂一通 再缩回去 跟你墙没有了三个月 对你造成的冲击 这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就说这个互联网壁垒 对于企业的这种所谓的帮助 其实我在节目里说 这个保护 它是有个拉幅曲线 类似于税收中间的拉幅曲线 不是说你税收越低越好 也不是说越高越好 而是说你应该保护 应该有一个中间的最优 最优的一个度 你保护的过了度了 虽然是你造就了一种表面的繁荣 但是你种繁荣是经不起外界冲击的 甚至也是有害的 就是你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 里面充斥着大量无意义的消耗生命的内容 就比如说像抖音啊 像B站里很多的内容啊 像中国互联网上很多的内容 其实都是人们无法宣泄正常的感情 无法表达正常的这种要说的东西 衍生出来的一些毫无作用的泡沫 说的不客气一点 另外互联网的壁垒 对中国的造成的损害 潜在的损害 就不是那9家公司能够涵盖的 包括对精神啊 对信息 甚至对科技信息方面的这种获取的不便 造成的间接损失也是极大的 所以不能只看说中国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是这样 你没有墙了 好像好像大家都不愿意用百度了 那么你要想想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用 你是赚了一点小利 你伤害了十几亿人的根本利益 而且最关键的层次是有了这个互联网壁垒 也不一定就是说到了这几家公司 或者汇集了一小部人群 哪怕就是几十万人年薪十万 其实这都是些迎头小利 真正的大头大的利润都尽了权贵啊 特殊阶层的腰包 因为有管制就有寻租 有管制则必然权利要在其中分一大杯羹 所以就是很多中国的特别是一些 可以算是底层或接近底层 反而更支持这种互联网壁垒 就像奴隶去支持奴隶主一样 这是很遗憾的 所以我一再强调 说过三次了 黄仁宇说过一句话 就是历史学家做学术研究 不仅是要揭示历史上种种 丑恶荒谬的现象 一个一个去揭露 更要去追究它背后荒谬的原因 所以昨天在那个明镜的研讨会上 我说既然冠名为中国研讨会 那么就谈一些根本的问题 是吧 另外还谈到了华为模式 那么华为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 没有规则狼性文化的一种发挥到了极致 面对这种狼性文化 或者是说的更那个一点流氓文化 那么往往就是叫做 君子不跟什么小人斗 那么华为就是一个做小人做到了极致的企业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话 那么在君子的世界它有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因为你小人的行为而惩罚你 这种时候只能说是你比他强大很多的情况下 你去制裁他 你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做 不应该那么做 那么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你跟他采取相同的办法 比如他补贴你也补贴 他去偷技术你也偷技术 他给你玩鹰的你也跟他玩鹰的 那么这样竞争下去才是争锋相对 那么采取哪种办法 现实中可能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如果美国或者其他西方世界也采取类似的办法 那我想不一定是竞争不过这个华为 那现在为什么有人说中国和美国的谈判 中国是步步紧逼 好像美国是节节退让 一直在往后退不停的延长 我认为那是中共就是吃准了资本无国界 资本主义的这个根本的属性 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哲学官 他认为你资本家就是要钱吗 我给你一部分人一点钱 就可以摆平你整个国家 你整个国家是分裂的 你不是一个整体 但是现在就看美国这个自由主义资本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这个标兵 能不能看清楚这一点 能不能把局部的利益转化为一个整体的行动 不让部分企业 比如说波音 中国一买500亿美金 那波音就会有强大的游说团 让美国国会通过一些放过中国一马的这种协议 比如说今年的新年新春 比尔盖茨又在视频里对中国表达了祝福 说过去40年脱贫成果如何如何 那么这就是给微软的利益 那么现在这对美国其他企业和工人是不公平的 但是关键看 美国能不能够把这些局部的利益 和整体的利益给平衡好 那这背后涉及到了根本的政治哲学问题 最后还要看双方国内的 中国和美国国内的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看双方哪个能整合的更强一些 那么就能够强硬到最后 好 说到这个政治 政治结构和这个这次贸易战的经济结构 结构性转变 从过去一年来 从贸易战开打不久 大家就谈到要求中国结构性改革 实际上是要了中共的老命 当时实际上是带有这么一层意思的 就是说如果要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其实就是西方或者美国去开始意识到 这是中国政治模式所导致的经济模式 但是说意识到这种冲突 和你最后能够直接去打击这种结构 中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因为贸易战的最终结局 就是中美之间筑起一道贸易之墙 互相老死不相往来 断绝贸易关系 而不是说你中国如果不按照自由贸易的情况做 我就可以开动比如15艘航母 去硬给你打你一顿 让你去遵守这个协议 你不遵守WTO最多也就是不跟你玩 然后川普的对中国的强硬 和美国对整体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强硬 其实也是可以分开的 其实川普这个人我认为 他私下本人可能还是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和意识形态原则 他对中国甚至对习近平 他随时可以表达出巨大的善意 但是现在是美国上下推着他 必须跟中国强硬 而他也是个谈判高手 为了巩固票仓或者照顾美国的政治势力 他也必须把这种情绪化为他的语言 显得好像他冲在前面 当然他最终他还是会遵守承诺 这点我是相信的 他是为了美国利益 而一切行动都是以这个为准则 所以就类似我不同意 就是说不要老盯着一两个人 比如说习近平或者是川普 其实他们个人跟国家背后的政策 还是有点区别 当然中国这边可能没什么区别 或者说既然你是中央极权体制 那么一个人就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了 假如最后双方不能达成协议 那么对双方的影响 在中国这边 我认为现在国内经济压力 就业消费都在增速下降 或者绝对值在下降 在中国不管是左中右 我认为现在对习近平的贸易战政策 都显示出不耐烦 民主派不用说了 那么即使是权贵派 就是比如说江泽民 或者是现在的既得利益者 如果贸易战打下去 他们在美国的利益 他们在美国的老婆小孩 他们在中国的利益都要大受影响 所以他们是一股反对 就是习近平强硬路线的力量 另外中国的中产阶级 很多人也是觉得如果日子过不好 那么我对你的所有的支持 那就没有意义 即使是没什么压力的90后 对于习近平的这种 现在中国的文化政策 也感到很不耐烦 很莫名其妙 有一些限制 比如对漫画二次元的限制 也觉得跟以前不一样 很不爽 所以尽管国内的意识形态 它达不成一个共识 但是唯一的共识 恐怕就是反对这种 纯粹的强硬策略 这对习近平 以及他背后的支持力量 是一个极大的压力 国内从几个月前 我就一直说 这种反感情绪 反习情绪非常强烈 不断的有民间的声音 甚至很多的经济学家高官 什么郑叶夫 清华的什么法学教授 北大的教授 邓普方的同学 都在不同场合 甚至还有北京大妈 什么文革的知青一带 公开表达对这个路线的反感 那这个背后底下的 蕴藏的力量就很大 如果再这么下去 可能真像很多人所说的 四年以后 习近平就是该下台了 现在很多中国老百姓 就是私下里都说 哎呀最多再忍三年嘛 再忍四年嘛 那四年以后就换届了 那就那就会好一点了 在这种情绪下 很可能习近平会那个妥协 会不打贸易战 川普那边 无非就是国内的 这个压力还是为主 对中国的贸易战呢 因为牌就是在美国这边 一开始就说了 他是贸易吃亏的一方 他如果切断贸易 那么他是赚的 即使有部分的 美国财团啊 势力啊 认为还是要利用中国的这个产能啊 廉价劳动力 但是他抵不过整个美国的民意 只是要川普要权衡 他们这个 这股力量 在他在国内的政治势力当中 能起到多大作用 如果他的票仓稳定 那么他就可以不在乎这些人 中国这边显然 他的上上侧是花钱买平安 给美国一定的甜头 买你几千亿的东西 继续留在过去40年的轨道上 继续的规则非常模糊 继续占你便宜 维持原来的计划 这是中国的上策 他是竭尽全力 包括像承诺做结构性改革 还是不做结构性改革 中国都会用拖延战术 就算是承诺了结构性改革 那么是没有办法核实 如果是花钱来缩小逆差 六年买一万两千亿 他也一定是慢慢拖 有时候兑现 有时候不对现 拖得你没耐心 最后不了了之 那么中策就是用宣传 把这个让步妥协 把它包装成一个胜利 美国还是回到了争取的轨道 合则两立 斗则两伤 中国终于靠这个艰难的谈判 达成了新的协议 迎来了新的篇章 毕竟太平洋还是要容得下 两个大国嘛 这个不能有效的规避了 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底斯 什么陷阱啊 就是大国和第二大国的 这个斗争 这是非常可以预见的 现在看来美国上下 都对中国的看法趋于一致 就是这种靠拖延 靠花点小钱迷惑一下 靠继续不守规则 这个方法不能持续下去 原因我上上期也说过了 这搞得就像美国 像在压榨 你榨点钱就算了 如果不改变你的行为模式 那么你过一两年 又会全土重来 所以说结构性改革 已经成为上下共识 那么中国呢 我认为老百姓啊 中共就不提他了 他应该什么都清楚啊 那么老百姓应该知道 就是这种中国模式 到时候改变了 应该要适应这种别人对你的 某一部分特性的一种根本否定 之前 无论是老百姓也好 还是中共的官员也好 都觉得自己的发展 是一种天经地义 是一种正常模式 那么现在 是有人指出 你其实不正常 那么你必须要慢慢适应他和认识他 然后要开始改变了 哪怕是从中国崛起的角度 我们说即使过去有一些 因为后发的原因 别人对你有很多的宽容 那么现在也已经到了宽容 结束的时候 你必须要按真正的规则行事 按你自己的承诺行事了 哪怕是从你中国崛起的角度 也必须这样 如果不这样 你一旦切断跟外界的联系 你就崛起不了了 那么再说中国模式 这个把14亿人凝结成一个人 它的好处坏处 它的作用显而易见 但是坏处 人们很多人还认识不到 还是采用那种大秦帝国的思维 那么这种僵硬的发展模式 第一风险很大 要错起来 它错的那个程度损失也是巨大 而且它在这种保持成一个人的过程中 它要丧失很多的自由 很多的福利 最后很可能是一个极端 可能就是像朝鲜一样 你是团结成了一个人 但是是一个很烂的一个人 很悲惨的一个人 这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一个国家 有没有一个政府 有没有权利把你弄成一个人 或者有没有必要把你弄成一个人 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这是一个可以再探讨的深层次的问题 但是我基本上是持一个 否定的态度 当然对于很多自由主义者来说 这是不用讨论的问题 但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 这还是要仔细讨论的 这也是我书里要写的一些详细内容 因为这次算是叫中国问题研讨会 所以我说的就比较多一点 另外像中国的强硬派 可能也不要太过沮丧 他们是所谓中国的硬派 就是一提到跟美国打什么战 就是非常的兴奋 就觉得要死抗到底的 也不管是什么战争 也不看贸易战 你跟他死抗到底 其实就是给美国帮忙 就是碎了美国的心愿 美国就是要加税 你跟他死打到底 你相当于把关税加到了100% 加到1000% 你比美国的25%还要高 所以如果最后妥协 那么我认为 不仅是川普的成功 美国的成功 也算是习近平的成功 甚至也算是中共的成功 因为中共一直在说 长征模式 紧刚山模式 南宁湾模式 他就是强调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 如果你做了结构性改革 你就不能再占美国那么多便宜 不能再去偷啊 什么买也好 什么知识产权 就拿来主意 你就得靠自己人 这样呢 对中国也有好处 因为他要靠自己人的 这种原创性的发展 他不再靠拿来主意 那么他要开始靠正人君子 而不是靠像那种小流氓啊 那种狠的角色 那种狼性的人 那种华为那样的企业 那这对中国老百姓来说 也算是好事 而且中国老百姓会知道公平贸易的重要性 学习规则的重要性 这对中国的以后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说到最后习近平假如说是要妥协 或者中国政府啊 高层假如要妥协 那么他一定也是最最直接的原因 肯定是基于评估的结果 对国内他的支持力量 国内民意国内经济形势的这个评估 他认为如果不妥协 以前他们认为可能强硬到底能够获得老百姓支持 获得政权的稳固 那么现在他可能发现如果是强硬到底 反而政权都有可能不稳固 那么这是他最后要妥协的一个根本原因 当然他评估的内容 包括经济上的 包括消费上的 这个我会在另一期节目 马上就会推出 分析一下今年中国春节的消费 电影的一些情况 包括流浪地球 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也会在另外一个节目中说 行 那这一期呢 就是谈了一谈 最后习近平会不会妥协 让川普赢 最后到底谁输谁赢 昨天研讨会上说到的 和一些没有说到的一些观点 好 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根据屏幕信息 给我们咖啡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PayPal公司在中国大陆 有官方网站 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直接注册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